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则令人兴奋的新闻来分享 首先类比技术如黑胶唱片和胶片摄影 近年来重新受到追捧 这不仅仅是因为怀旧情怀 还因为人们渴望在数位时代拥有实体物品 被比技术带来的创意可能性 以及使用这些技术所需的过程和努力 接住缅甸的国家统一政府 呼吁中国停止向军政府提供武器 这是因为该政权被指控利用这些武器 这是因为该政权被指控利用这些武器 杀害自己的人民和听民 最后我们来看看科技领域 伊隆·马斯克访问北京 讨论在中国启用特斯拉汽车的全自动驾驶技术 这一消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数位化日益禁锢的时代 BBC报道指出 人们对于类比技术的热爱 似乎并未随着时间而减弱 反而像是黑胶唱片和胶片摄影 这样的类比技术 近年来经历了一场显著的复兴 这种复兴不仅仅是出于 对于物理媒介的渴望 更是因为类比技术 在创造性可能性上的独特魅力 以及使用这些技术 所需的过程和努力所带来的价值 类比技术的复兴 也被视为一种重新技能化 和积极参与消费的方式 这些技术的限制和不完美 可能激发创意灵感和幸运偶发 从而增强艺术和音乐的文化共鸣 类比技术的再度兴起 并非仅仅是因为对过去的怀旧 或对数字技术的排斥 而是对于类比技术 所能提供的独特而有意义的体验的认可 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化也在继续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缅甸的反对派外交部长 尊促中国停止与执政的军政府进行武器交易 指控该政权利用这些武器 杀害自己的人民和平民 代表缅甸官方政府的国家团结政府 NUG向北京提出此项请求 并收到了回职 但尚未收到实质性回应 报道指出 中国是军政府的主要军事后援之一 NUG宣示将发动更多无人机攻击 作为向军政府施压的军事策略之一 在另一方面 《南华早报》还报道了中国在全球轻经济中 可能成为主导力量的前景 战略通道顾问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北伊菲达沃沃斗表示 中国在2021年生产了3,300万吨氢气 占全球供应的30% 并且通过大量补贴博油企业 利用可栽生能源生产绿色氢气 战略都认为 中国在钢铁、化工和水泥等重工业的主导地位 以及其目前在氢气方面的显著国内市场 将有助于其在全球舞台上的竞争 这些报道揭示了一个多元且复杂的世界 从科技的复兴到国际政治的紧张局势 再到能源经济的未来发展 每一个故事都展现了人类社会的多面性 和不断变化的特性 无论是对于类比技术的怀旧情怀 还是对于国际和平的追求 或是对于永续能源的探索 这些故事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缩影 近日全球科技界和汽车行业的目光 再次聚焦于一位备受争议的企业家 黑龙马斯克据BBC报道 马斯克此次历临北京目的是讨论 在中国启用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BFSD功能 并转移在中国收集的数据以训练其算法 特斯拉的BFSD功能在美国等国家已经上线 但在中国市场尚未推出 此行发生在美国一份报告将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模式 与至少13起交通事故联系起来之后 其中包括一起致命事故 作为特斯拉的第二大市场 中国对于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技术推出持谨慎态度 特斯拉也一直在努力向中国政府保证 企业FSD技术的安全性 此外此行还紧随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宣布调查特斯拉驾驶辅助系统 是否成功解决了安全隐患之后 批评者指责马斯克过度宣传全自动驾驶的前景 以支撑特斯拉的股价 而今年特斯拉的股价已下跌了43%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马斯克此次抵达北京引发外界广泛猜测 他可能会推动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特斯拉在中国面临着来自本土电动汽车制造商的激烈竞争 而中国市场又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马斯克的此次访问恰逢2024年北京车展 届时最新的电动汽车将会亮相 特斯拉此前已表示 有意向中国客户提供其自动驾驶和有监督的 全自动驾驶选项 去年特斯拉向中国买家交付了60万辆 Model 3和Model Y汽车 在另一方面 泰国的经济和政治舞台上 也发生了值得关注的变动 据日金亚洲 泰国前能源行业高管皮查伊春哈维 吉查伊春哈维吉拉被任命维新的财政部长 这一人事变动发生在泰国经济面临高家庭债务 借贷成本上升以及中国经济放缓等挑战之际 皮查伊将负责的监管包括一项总额为5000亿泰铸 约140亿美元的发放计划在内的政策 该计划由总理斯雷塔塔维辛提出 尽管面临财政不负责任的批评 但政府仍决定推进 皮查伊的任命预计将改善与中央银行的政策协调 此前塔维辛在货币政策上与中央银行存在分歧 通过这些报道 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在全球汽车行业的竞争中 还是在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上 创新和变革始终是推动发展的关键因素 马斯克在中国推广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技术 不仅关乎特斯拉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地位 也可能会对中国来自全球的汽车行业和技术发展 产生深远影响 而泰国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调整 则反映出在面对内外挑战时 政府如何通过政策工序来稳定经济 促进增长的努力 这些变化和决策无疑将会对各自领域 乃至全球产生重要影响 在今天这个充满瞬息万变信息的时代 每个角落的事件都可能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从一位韩国女士因为外卖饮料 缺少吸管而引发的争议 到中国寻求法国帮助以影响欧盟政策 再到埃隆·马斯克神秘访问 中国讨论自动驾驶技术 这些故事不仅反映了文化差异 国际关系的微量变化 还展示了技术发展对社会的深远影响 南华早报报道了一起 在韩国引起公众愤怒的事件 一位韩国女性因为她的饮料 订单中缺少吸管 竟迫使一家咖啡馆的经理跪下道歉 这起事件发生在4月4日 立点位于京畿道市政府所在地的市侠市 市侠市经理安排了一根吸管和一块免费蛋糕 送给顾客但送货延迟了 闭路电视录像显示 这位顾客愤怒的咆哮超过5分钟 随后要求经理跪下道歉 但这一事件对他的健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警方已经对这位顾客提起了诉讼 在国际关系领域 中国正在寻求法国的协助 希望通过法国影响欧盟对北京 采取积极和务实的政策 这一请求是在中国外交部长 与法国总统外交顾问的电话中提出的 目的是在欧盟加强对中国产品和市场 准入审查的背景下 寻求更加友好的政策环境 如南华早报所报道 这一呼吁发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预计访问欧洲之前 目前欧盟正在调查北京 是否在医疗设备采购购中 给予中国公司优惠 以及中国的绿色产品制造商 是否得到了国家的补贴 另一边科技巨头特斯拉的 CEO埃隆马斯克突然访问北京 成为了日本时报的偷销 马斯克此行的目的是 与中国高级官员会面 讨论在中国推出全自动驾驶FSE软件 并寻求批准将在中国收集的数据 传输回国外 用于训练自动驾驶算法 自2021年以来 特斯拉一直将其在中国车队收集的所有数据 存储在上海 按照中国的规定 没有将任何数据传输回美国 这些故事虽然看似独立 但却共同描绘了一个有文化差异 国际政治和技术创新 交织而成的复杂世界图景 从个人行为到国际外交 从技术发展到数据安全 每一个事件都在以自己的方式 影响着我们的世界 引发人们对于道德、法律和未来社会的深思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充满挑战和创新的时代 从乌克兰的家庭工坊 到东南亚的高科技会议 仍然正在用不同的方式为未来铺路 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一项 令人振奋的消息 乌克兰民众正利用家庭资源 制造无人机以支援对抗俄罗斯军队的战斗 这些由民间制造的无人机 不仅成本低廉 而且实用性强 他们能够携带爆炸物 投向敌军和装备 这些无人机的组装指南 可以在YouTube上找到 所需零件则通过中国的购物平台 Oli Expert系购买 这种自制无人机的流行 源于乌克兰急需弹药 却供不应求的窘境 每架无人机的制造成本 大约为250欧元 因为价值70 0.0欧元的标枪导弹显得极为昂贵 乌克兰的这一创举如此成功 以至于该国承诺 今年要制造100万架无人机 与此同时 日金亚洲报道了一系列 关于东南亚 以及全球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重要事件 微软首席执行官 萨提亚纳德拉撒天业 纳德拉撒天业纳德拉撒天业 即将出席在亚加达 举办的人工智能爱会议 这是他东南亚之行的一部分 这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 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 中国将发布其制造业活动指数 为外界提供该国经济健康状况的重要线索 三星也将公布其最新的业绩报告 而亚加达的 Karequando Electric Indoor Electric Vehicle Show 将吸引包括BRDB YD奇瑞Cherry和现代 T&A在内的超过80个品牌参展 展示电动车的最新发展趋势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将出席在巴黎举行的 金河组织OVC一会议 预计他将宣布创建一个 针对深城市I的国际框架 这将为全球I技术的发展 和应用设定新的标准 这两则报道 一方面展示了乌克兰人民 在逆境中的创造力和坚韧不拔 另一方面则凸显了 全球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 乌克兰民众自制无人机的故事 不仅是对抗侵略的一种手段 也是对科技民主化和创新精神的生动体现 而东南亚及全球范围内的 科技与经济活动则揭示了 在全球化的今天 各国和地区如何通过科技创新与合作 共同面对挑战 台辟未来 无论是在战场上的无人机 还是国际会议上的讨论 都昭示着人类对于更好未来的不懈追求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FAN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